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这个2023年产业两大趋势四大展望 三宝直接问您了 为什么您特别着重两个趋势四个展望呢 主要是2023年会挥别过去疫情高成长的一个态势 而来到低成长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企业跟产业必须仰赖规格的一个升级 以及技术的一个创新来带动整体的一个获利 所以会留意到伺服器以及半导体先进产业的两大展望 另外刚刚提到的第二个趋势就是全球暖化严重 所以各国政府纷纷推出碳中和或者净零碳排放的一个政策 政策推升之下带动再生能源的应用扩大 以及电动车越来越普及化 两大展望趁向的一个发展 三宝讲的正好来三宝请上来 我大概听懂了 也就是2023今年 如果您在布局上最流行的不外乎 第一个就是得自我突破 第二个得有人往后面推你一把 产业才有机会向上 所以赶快来追趋势一了 产品升级获利提升 您刚刚明讲的就是伺服器咯 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伺服器的一个新平台带动PCB的规格升级 国际的一个品牌大厂 是推出了新世代的一个伺服器的平台 AMD超为Genova在去年2022年年底的时候推出 Intel的Ecostream 2023年的第一季即将上市 所以供应链会迎来一个拉货潮 那大家可以留意到 国际大厂AMD跟Intel 两个市占比重就高达90个percent 全球伺服器的市占率 没有错 所以全世界100台的市占器 90台来自于超为AMD跟Intel 难怪要观察这两个国际品牌大厂 没有错 那除了这样台湾的一个伺服器的代工 也占了90个percent的一个市占率 所以供应链我们可以看到供应链是散热模组以及PCB还有IC晶片 另外连接器的部分都会有迎来拉货潮 先问一下咯 因为刚刚瑞兰姐讲的是伺服器 存资料的地方 可是这个我们懂了 但三宝口中的不是只有伺服器 因为超为跟Intel推的是伺服器的平台 新平台 请问这个平台又是什么概念啊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释 平台概念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柜子 我以前可能用三层柜就可以运用到我的需求 我就可以把它装满了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升级到六层柜 才能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需求 而这样的一个升级就是AMD跟Intel推出的 新伺服器平台的一个概念 我大概懂了 以前我们照相照的量不多 可能只有500张或1000张 三个柜子大概就存得了这样一个照片的量 可是现在不是啊 瑞兰好喜欢自拍哦 好喜欢跟森宝 哎呀你好 就是这样 所以呢三个柜子是不够的 我买十个柜子存资料存相片 所以呢当柜子买越多 存的这个data资料越大容量越多 这代表它的新平台是吗 是的 好右边的框框 我们可以看一下Intel在2017年 推出Play的这个平台 比前一代的效能就提升了35%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我本来抓取100个资料 但是我在现在可以升级到抓取135个资料 等同于啊 2023年的EGO STREET 它就是效能提升了35% 所以呢我们看到啊 新伺服器的一个晶片规格的一个变换啊 新伺服器的晶片的规格 扩大了载版的面积 铜箔基板材料的一个升级 以及增加PCB的一个陈述 不过这对PCB的陈述大家可能不太能理解哦 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哦 我们刚刚提到的柜子 它从三层柜变成六层柜了 我的资料量变大了 但是我面积也变大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下面的一个PCB陈述啊就要增加 大家再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哦 就像盖房子一样 我越盖越高 我的地基就要越来越稳 讲得真好 所以呢帮我来一个白板 我简单问一下了 印刷电路板叫做PCB嘛 是 它是承载晶片要站在板子上 因此呢 这个就是大家所明白的印刷电路板 成如您刚刚说的 如果我现在的伺服器是一个三层柜 当时只有三层 但是因为伺服器新平台 让您抓取资料效能更高 存取的量也越多 因此呢架子可能每一格都要变得越大 可能一格是长这么宽这么大 总共加起来就会有十层这么样的多哦 所以呢一面积变大了 第二个呢层数变多 那么重量也变重 因此呢一样留着蓝色哦 所以下面承载的PCB印刷电路板 因为它是承载它嘛 所以你说那个层数几层几层就要变多哦 没有错的哦 这样子的层数呢就得变多 就像盖房子一样 你看我们盖的更高了 我这地基要更稳 我就要越往下去做一个增加 那以前呢 照以前如果只是传统的这个伺服器 大概的层板 印刷电路板层板大概几层 以前呢以Intel来说 它这个层板呢是12层 好我就写了哦 这边以前是12层 那现在哇东西存越多了 档案夹变多 新平台之下大概是几层呢 这边大概是16层 多了4层 你知道我怎么帮你画这个图吗 因为多了层数变多 印刷电路板就像刚申保说的 伺服器周边相关的领主件厂商 台湾几乎都是我们制造代工领主件 层数变多 我们的商机就来了对不对 没有错 伺服器相关的这边 包括了柜子变多 新平台 很多的单子也会流向台湾厂商 Yes Yes 是的没错 太好了 清掉之后 接着刚刚那个档案呢 在这里我们明白了 已经涵盖 你看哦 一个是伺服器 新平台 商机一 另外呢 新伺服器的平台 这个的晶片 要站在PCB 印刷电路板上 所以呢层数 PCB的层数要变多 商机二 接下来还有商机三 商机三的部分的话呢 是高频高速啊 推升啊 价格的一个提升 渴望带动啊 2023年伺服器版 获利的一个增长哦 什么叫高频高速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本来是抽取100个资料 和我1秒可以抽取100个 到现在1秒可以抽取135个 那之后呢 又衍生到我0.5秒 就抽取135个 这个频率跟速度啊 都做一个提升 也就是呢 抓取同样时间 抓取的量变多 现在呢 抓取的量更多 时间更短 所以呢 频率速度全部都拉升了 第一张明白 所以呢 新伺服器平台 已经掌握到庞大商机了 同样趋势一 产品升级获利提升的 还有第二个产业 也就是半导体先进制程 那这个呢 半导体先进制程哦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只要科技的脚步不要停止哦 先半导体的先进制程技术啊 就得一直进化下去哦 所以半导体先进制程 是产业领先的一个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啊 智慧型装置 AI 人工智慧 伺服器 以及HPC 高效能运算晶片等这些领域啊 都会采用最先进的一个制程 主要的原因啊 我们未来一定是智慧程式 我得下班啊 控制啊 我的手机打开我的冷气 因为我想回到家就吹到凉凉的 舒服的一个冷气的凉风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 我们要远端控制 速度又要快 我们自然而然又要用最先进的制程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提到先进制程啊 大家一定会想到啊 台积电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哦 台积电在各奈米的电晶密度啊 优于竞争对手 而这张图想要表示的就是啊 它的先进制程啊 技术是领先的 而大家可能对电晶体这一块呢 不太熟悉哦 那电晶体这一块呢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每个处理器的一个晶片 上面都会有很多个电晶体 它主要的功能啊 就是来控制这个电流 那每颗小小的晶片就有庞大的电流 一颗电晶体啊 是不够于控制这个电流 所以可能要有100万颗以上 甚至来到1亿以上的一个电晶体的颗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个 智慧型装置的一个手机哦 里面的一个小小晶片啊 它就蕴含了161颗的电晶体哦 那在控制电流才能让晶片呢 快速的运转 了解了电晶体之后啊 纵轴的部分啊 是告诉大家这是每平方毫米啊 多少百万颗电晶体 而横轴的这个部分啊 是先进制程从16奈米演进到最先进制程的2奈米的一个 每个时段的一个显示 蓝色代表台积电 灰色代表Intel 黄色代表三星哦 而这样来看的话呢 最先进制程的3奈米台积电都优于同业哦 也就表示啊 它的先进制程技术是领先同业的 哎那我先确认一下 我应该是没有看错 2022年底台积电的3奈米才量产 预计呢大概是2022几到2奈米啊 预计到2025哦 会开始哦 慢慢开始量产2奈米的部分 来 2025会进入到2奈米 在两年后 蓝色的台积电 依旧是第一名 追赶在后面的追兵是Intel 而第三名才是三星 换言之 在三年内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直到3奈米 我们Still 保持了世界No.1 是的没有错哦 真的哦 我们技术是领先于同业的哦 所以台积电 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先 我们就可以看到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比重啊 高于同业 嗯 带领台湾半导体产业成长率啊 2023年也就是今年 渴望维持持平 或者是有小幅增加的一个机会 优于全球半导体产业啊 陷入衰退的一个表现哦 那我们再提一个 刚刚很重要的一个点哦 刚刚说2022年已经开始3奈米了 而2023年的下半年 有一个重头戏 那就是苹果的新的iPhone A17晶片啊 也将采用3奈米的一个制程 而MacBook Air啊 也会采用3奈米的一个制程 所以呢 关键大家就在看 2023年下半年整个先进制程的表现了 趋势一完全明白 伺服器跟半导体的先进制程 两大产业 那么接下来 趋势二呢 就是这个 一定要有 政府的背光支持 政策加值之下正向发展 第一个你点名了 再生能源 但也就是绿电了 像太阳能啦 橱能啦 为什么是这个产业呢 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呢 碳中和跟净零碳排放 就是全球各国政府的一个目标 已经有136个国家宣誓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碳中和政策或者是净零碳排放的一个政策 加速了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要达到这个所谓的碳中和或者是净零碳排放的一个规划 各国是调高了再生能源发电的一个占比的一个目标 跟大家说 刚刚三八口中的100多个国家 他们已经订好Deadline了净零碳排 也就是大概是2030 2035 2050 都有国家订 那什么叫做碳中和 什么叫做净零碳排呢 瑞涵现在手中握的这个掌控笔 这个控制叶数啦 或者是触控啦等等啦 这种笔 当我生产的时候 假设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生产出100个碳喔 那怎么办 以后喔 如果这个笔还在生产做好笔 产出了100个碳 哎呀不行啊 污染环境 所以呢 我瑞涵工厂就得想办法 去其他地方盖森林啦 种树啦 生产出来100个氧喔 100个氧 来平衡这边的二氧化碳 形成了碳中和 这叫做净零碳排碳中和的意义 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所以如果你现在呢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 产生更多的氧 来balance这边产生出来的碳 不好意思 厂商不会下单给你喔 请注意 单子就会接不到 所以第三大产业 再生能源碳中和才如此之重要 清掉之后来再来 好那各国呢 其实刚刚提到了再生能源调高的一个比例啊 美国在2035年他提到他希望太阳能的一个发电比例啊 占比要来到40个percent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喔 右边这张图呢代表着台湾太阳能的供电比重跟全球太阳能的供电比重 台湾的供电比重是落后的 纵轴这个部分呢是供电比重的一个比例 横轴的这个部分呢是时间轴 从2011年到2021年 10年的时间 没有错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太阳能供电比重 蓝线的这个部分啊是3.4个percent 我们刚刚提到太阳能 美国是要定定40个percent 哇 那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啊 发展的空间 想象的空间也就很大了 等一下不要轻喔 你说40percent 美国是定几年要达到2030吗 2030年 好20帮我算一下 2030减掉2021 那就是9年的时间没错吧 是的 9年的时间要从3.4 如果美国也是这个差不多的标准 Label的话 3.4拉高到40% 天哪这10倍以上 是的没有错 商机很大 我们很多的单子是从美国接到手的 不要轻掉喔 那台湾呢 台湾的占比 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3.2个percent 不过呢 也陆陆续从2017年 一路一直积极的推升 那既然全球已经落后全球的平均 那未来又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国家 要达到40个percent 相信啊 台湾政府啊 会在太阳能发电啊 更积极的去做一个推动 而且美国政府定的目标 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台湾有没有定 未来哪一年 太阳能的供电占比 要拉高到多少 有定吗 太阳能的部分呢 它并没有单独把它列出来 不过单再生能源总toto 希望在2050年 达到啊 60个percent的占发电比 台湾政府啊 是的 没有错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耶 因为喔 如果百分之60 所代表就是到2050年 我们台湾 国内发电 100度当中 要有60度以上 来自于绿电 太阳能啦 水地发电啦 风力发电 等等等喔 所以这个 基期这么低 现在才只有3.2% 之后60% 难怪期待性 在未来是高的呢 所以目标定的远大 我们的政府就要推出了 电网强刃计划是吗 是的喔 电网强刃计划 是政府推出的最新的一个计划 另外也推出了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确保啊 供电的足够量 以及供电的稳定性喔 什么叫做电网强刃计划 电跟网子一样吗 还有强刃扯不断的吗 没有错 来看这一章了 我们特别从台电的官网 帮您抓出来 写着智慧电网的规划 从发电 调度 输电 配电 售电 把电给卖出去 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什么叫做电网的规划 我们把它当作是电力的网络 而从啊 台电 发电业者啊 开始做发电调度 他会做一次输电的动作 来到了便电所 而来到了便电所之后呢 他会开始调整 以及配电 而配电的过程中呢 再输出到啊 可以应用的一个相关的 小则啊 一栋公寓 大则啊 一整个工业区 甚至一整个国家的一个电力 来去做一个配送喔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 现在的一个电力网络 而电力网络必须要稳固喔 因为电力是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尤其呢 是在配电喔 跟你做一下报告 你不要小看钢丝宝带这个图 因为呢 台电发的电都是重电喔 那个压是很高的高压电 高压电呢 送到一个电力调度中心 这是一个中心 然后再把电给送出去 所以呢 一定要很多的配电厂 是这样吗 是的 那这个配电厂的部分呢 为了要稳固啊 所以现在啊 电网强任计划 是要新增 28座的一个便电所 另外 有24座的便电所啊 是需要做一个更新 想要把它屋内化 最主要是希望啊 减少啊 未来天灾啊 影响电力的一个不稳定性 来巩固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 便电所 要把那个电送到森保家 瑞涵家 那都是高压 中低压 低压 才能够送到你家 不然会爆炸 但是呢 竹科啦 或者是科学园区啊 这些工厂 用的电压 可是比较高一点点 量也要大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配电 减压啦 便电锁啦 一定要盖 而且呢这个 所有的设备都是要新嘛 是的 没错 好 电网的任督 我们明白之后呢 接下来就继续代了 所以啊 政府啊 他也在积极的推动 2050年净零转型计划 所以我们从投入预算的金额来看 目前投入的总预算啊 将近快9000亿的一个金额 而其中啊 再生能源及轻能的部分啊 占了2107亿的金额 也就是占比23.8% 电网的部分呢 及除能的部分啊 金额就投入了2078亿 占比啊 就来到23.5% 所以啊 再生能源跟重电的产业啊 将迎来啊政府的支持 来迎来一些商机 我们已经知道啊 政策加持之下的第三大产业了 那么第四大产业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了 节能减碳电动车少不了对吧 是的喔 少不了电动车 因为我们希望啊 降低蓝油或蓝煤的一个蓝料 所以呢 现在啊 走在路上呢 大部分我们还是看到蓝油车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要减低蓝油车的使用呢 电动车就成为它替代的一个产品 所以电动车未来的一个渗透率啊 它会提升 而且啊 政府啊 会积极的建设充电桩的一个部分 那全球的电动车在2024年的估估销售量啊 将会达到1600万到2000万台 渗透率将会提升到20% 渗透率20% 这可是高了 我待会再来解释一下渗透率 只是为什么充电桩要盖那么样的多啊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开蓝油车 是不是找加油站非常方便 到处都有加油站 所以我旅途不会中断 对啊 可是我找充电桩方不方便 不方便 现在不太方便 我告诉你没有电 你推车啊 所以呢 日后的充电站要跟加油站一样的方便 总之呢 充电桩要布得够完善 布得够多 电动车或电动机车或汽车 才能够推得广是吗 是的 这样电动车才会普及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的整个销售量的趋势啊 快速的做一个增长 这右边这张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纵轴的部分啊 是全球电动车的销售量 以万台做一个计算 横轴的部分是2019年到2024年的一个时间轴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趋势是一路一直往上 柱状体的销售总量是在做一个增长 再来从2019年灰色这一块是代表的渗透率 2019年的渗透率啊 也从接近0个percent啊 一路攀升到20个percent的一个商机 渗透率是我们最在乎的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渗透率 它跟市占率 可是不一样哦 渗透率呢 就是如果以20%来看 现在呢全世界潜在的 潜在的电动车总销量 应该呢是100万辆哦 万辆 但是呢现在到2024年 有机会从原来的可能10% 跳升到20万辆 这是万辆 换句话说 上面呢是实际的电动车的总销量 下面是潜在应该有的商机 100万辆 再叫做渗透率 不要小看渗透率20% 如果日后要拉高到 36%或50%的话 在成长的机器还算是低嘛 是的 好那市占率呢 我写在这儿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市占率 譬如说我电动车 现在总销售有100万辆 但是呢 X公司呢 100万辆的电动车当中 有30辆或者是50辆 是瑞韩品牌的电动车 这叫做X公司 它在电动车的销量的市占率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渗透率跟市占率是不相同的 如果要看新产业未来的成长性 渗透率它的指标性更够了 没有错 清掉之后帮我们结语了 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充电桩未来会越来越普及 那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 美中投入充电桩的一个设置 估计到现在到2030年 全球公共充电建设 年复合成长率会高达36% 我们再给大家两个数据 美国即将在2030年 达到50万座的一个充电装置的一个建设 50万座 对没有错 那中国其实投入的更积极 对 中国投入的更积极是 中国已经在目前有470万座的一个充电座 2025年它就想要达到570万座的一个充电座 再多100万座 对 所以我们才说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下 这么高的年复合成长率 会有机会带动电动车充电桩里面的 连接器以及充电设备 他们拥有这项利基 请问一下连接器跟充电设备 它是用在充电桩的哪里 连接器的部分其实就是电力传输的媒介 我们手机拿起来我们要有充电线 也要有充电插座 这些都是连接器的应用 所以电池动力它必须要连接线素 那充电设备呢 充电设备大家比较熟悉一定是加油站 充电站它看起来跟加油站其实很像 它一样有一支充电枪 那一样有一个硬体设备 里面有电源供应器 也要散热 也要有连接器 那充电枪的一个连接头也要连接线素 所以这些的零组件组成了 就是充电设备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我们台湾做的多不多 这个连接器啊 其实我们用特斯拉来举例 特斯拉的整个电动车 占比是在四算 目前的龙头厂商 那连接器呢 也都是跟台湾做一个供应 所以呢像相关的连接器呢 其实市占率是蛮高的 所以连接器充电设备 我们台湾也是强项了 最大的地方周边相关设备 半导体现金制成更简单了 AI啦 传输啦 高效能晶片 都得要用5 3 2 奈米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趋势呢 就靠政府了 政府的政策支持 正向的发展 第一个是再生能源 不是求我们台湾努力发展 包括了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因为近零碳排 都是既定的目标跟方向 所以呢第三个产业就是再生能源 涵盖了太阳能啦跟除能 要达到近零碳排 第四大产业 当然非得把电动车给推广了 电动机车 电动车 还有包括了电动的公共机车 都是一样的 以后连货车 所有的车都将电动化 为什么期待很高呢 刚三宝有讲 渗透率哦 你看到2024 希望能够拉高到两成 以后可以达到50% 60% 80% 渗透率越来越高 目标100% 也就是100辆的车子当中 100辆全部都是电动车 因此呢四大展望所指的就是 四大产业未来的期待性 以上的结论三宝正确吗 是的没有错 感谢您了 因此呢今年2023 如果您要着目在投资 请多掌握两大趋势 四大产业的发展 因为机会所在就在这咯 那么明天呢 告诉您 债依投资的方式不一样 分为三种 好多投资人在问 比一比 当然比优点 也比注意事项 当然风险控管 您自己也要多注意一点 谢谢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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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